先将一石榴遥控器的热点打开 用电脑连接遥控器的热点 打开Mention Planner地面站 连接方式选择TCP点击连接 IP输入192.168.43.1输入完成后点击OK 敦口号输入5760.GO即可连上述船 然后在初时设置必要硬件 找到遥控器校准 校准遥控 将遥控器上通道1至通道5的开关 推到最大值最小值后回中 检查一下每个通道都有响应 点击完成 检查最大值与最小值一致就没有问题 接下来检查手动输出正法 将模式更改为手动 点击设置模式 右横滚 左横滚 升 降 左 右 手动输出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检查固定义增稳 将模式设置为 我固定义增稳 固定义增稳模式下的 舵面的反馈时 终让飞机保持水平 好没有问题 接着来准备校准电条 将电源断开 然后将给接收机云台供电插头取下 这里我使用的是自己准备的电源插头 用来单独给机头部分供电方便校准电条 我这里使用的是6S电源 然后将飞控电源连接 机头部分电源连接 接下来和之前讲过的校准电条方法一样 使用USB线连接飞控与电脑 连接飞控 在配置 调试里记住全部参数列表 搜索QN-SKIN-R 参数值改为0 将代速关闭 写入参数 然后搜索QN-SKIN-R 将参数值改为一起用电条校准 写入参数 然后打开安全开关模式调尾手动 先来校准巡航电条 油门推到最低位 点击解锁 然后将电源断开 注意此时机头部分有另外一块电池持续供电 然后将油门推至高位 将油门推回最低位 提示音结束轿转完成 轻推油门电极转过 然后将电源断开油门低位 模式设置为Tableway多轴增稳 油门高位 接通电源 油门低位 轻推油门电极转动 巡航电条校准完成 上锁 然后再到全部参数列表里 将我们之前关闭的怠速打开 写入参数 然后将飞控断电重启退出电调校准 在石榴上不需要单独设置失控保护 我们直接将遥控机关机 然后等待10秒 如果模式不跳转就没有问题 其他地面调试步骤参考测绘版教程 没有问题准备试飞 ctor 警方准备 这次翻误 这次翻译 这次翻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